空荡荡就连柜台都没占人 抽号码牌机台更停用 贴着目前还有空桌 人气葬寿司突然门口罗雀 因为3月28号爆发食物中毒案件 四个人花了2000多块钱 吃完却恶心呕吐 起红枕腹泻挂急诊 四人用餐 那两个出现症状 一个红枕 一个拉肚子 大概都返家休养 环境的一个急诊三件 还有两个也是厨师的一个生物急诊 葬寿司被揪出洗手区垃圾桶 不是脚踏式盖子 没有立即出示员工检检报告 以及煮饭机边框 冰扯铃机排风口 有脏污等等四项缺失 就是我没有这家葬寿司 被爆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 那现在是中午用餐时间 门口似乎没什么人 现在全台的食安问题连环报 外食族会不会先驾驾 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我有吃到的话 我应该不会来 有一点会怕 都买超湿的食材 然后回去自己煮 食安平平亮红灯 就连台北五星饭店 Buffet也出事了 顾客在Google留下一心负贫 批评鲑鱼臭掉 生蚝很苦发黄 还有人住院到隔天早上六点多 根据了解这组顾客是一家六口 三月三十号吃Buffet午餐 其中三个人当天下午两点 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隔天凌晨急诊就医 目前已经返家休养 不过业者致电关心同餐及顾客 都没有人出现不适症状 一样没有所谓的食欲减体 但是我们采了三件的一个 生物就是厨师的一个生物肌症 还有五件的环境的减体 那我们带回做相关的一个 培养跟化验 卫生局也揪出五星饭店 Buffet央厨炒锅区 现烤牛排区烤炉上方 以及西餐蒸烤箱不干净等问题 限期四月八号改善 虽然问题连环报全民人人自危 环宇新闻吴志恒白玉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